我是一名獸醫 今天接到一個大單 要給著名的冬奧吉祥物 冰燈燈製品 製好了 賞還金萬兩 鑽薄輕品 製不好 我就是吉祥物 所以不容有失 先來看看我的病物什麼情況 哇 面色蒼白無華 純實濃黑 表情疲憊 製 聽你這分心 看來我食欲弄不了 別跑呀 又不是絕症 我有信心製好 變小進入冰燈燈身裏 GO 這 可能冰燈燈最近便秘 從屁股進不去 看來只能從天而降了 最討厭的水利芳 不出意外的我 總很多意外 一番波折 總算進來了 哇塞 好好學的冰燈燈啊 腦子裡全是書 不貪玩的吉祥物 我還是第一次見 哼 看來我想多了 跳台滑雪 越野滑雪 速度滑冰 花樣滑冰 冰球 冰壺 冰燈燈樣樣都玩 而我樣樣都精通 一路火花袋饗宴 輕鬆拿到金牌 刷那間轟動全國 不用多久 我就會嫁入豪門 走向人生巅峰 想想就 誒 等等 我不是來治病的嗎 觀察一方 找到病毒了 好嬌喔 這麼粗壯的病毒 在金牌的價值下 每一全都是重機 二十 二十 十全搞定 再往下一處檢查檢查 這裡應該是冰燈燈的咽喉 怎麼這麼多蜘蛛網呀 是吃了太多胡蘿蔔絲嗎 哎呀 看到了 原來是發燒的病原體 得趕緊處理掉 現在發燒了 起碼隔離半個月 話說也是奇怪 身體不是自帶抗體的嗎 怎麼沒人處理呀 有可能抗體也中毒了 所謂的病中病 再往其他處找找線索 經典的三選一 沒有提示的話 就按男轉女右 從病面處下去 噢 別來看你被困處理了 從他身上拿到清除漿 突突突 把咽喉的發燒蜘蛛網一掃而空 這下冰噌噌的喉嚨舒服很多了吧 現在來到了噌噌的胃部 好痛的水 這很容易引起胃反流的 隔壁有一處房間 看看裡面有沒有吸水的工具 海綿寶寶 能吸水 好樣的 看來的排香倒海斬法 咻咻咻幾下 比葫蘆瓦兄弟的大嘴強 吸力還強 終於進入了藏道 藏道錯綜複雜 一定要看好標示 不然就像我走錯 被噴一聲大便 兜兜轉轉 發現一樣好東西 治療藥水 能夠讓看起漫畫楊玉星 提高章鬥力 你看 連我都把 多兇呀 剩下最後一柱 病毒大王 只要把他金竹 冰噌噌就能生猛如虎 啊噠噠噠噠 一番降臨大雨 送他去見蛇克郎